当地时间2号 总部位于巴黎的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大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经合组织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反弹至8700亿美元 较2020年下半年的规模 超出了一倍多 同时比2019年 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高出43% 数据还显示 中国在今年上半年 仍然是全球最大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投资流量达到1770亿美元 经合组织还指出 发达经济体 已完成的跨境并购交易 在今年上半年 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表明 投资者对交易重拾信心 不过这样的反弹 在全球分布并不均匀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已完成的跨境并购交易金额 仍比疫情前低百分之十八